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%以上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年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进出口量感至深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居民消费收入稳固增长 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改善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3%左右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粮食产量保持在1.3万亿亿以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